小选颱风今天上午8点20分在鹅兰B登陆 随后朝着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 青山鼠就预估最快明天就会解除路景 后天解除海景 而面对小选颱风中心的走法 有网友开玩笑说 借格是被高雄的旧地名打狗给吓跑了 不过专家表示借格是最聪明的走法 因为颱风结构并没有受到地形明显破坏 但除了小选颱风 目前在菲律宾旅宋岛的东侧 还有关岛附近分别是有热带扰动在酝酿 会不会影响到国庆廉价的天气呢 还得要再观察 海浪高高卷起拍打海面 激起白色浪花 一波接着一波越卷越高 小选颱风发威 基隆外木山浪花汹涌翻腾 还有民众不畏风雨 假期手机拍摄冒险观浪 小选颱风5号清晨速度变慢 一度在台湾东南侧滞流打转 约4到5个小时 在上午8点20分左右 台风中心短暂登陆而乱笔后 往西转西北西方向移动 系上属预估小选颱风将在6号解除路景 7号解除海景 而它也成为今年第二个登陆的台风 南部的雨渐渐的开始会下起来 在花东地区 恒川半岛 台北社山区 以及屏东山区 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前夕向局长正名点发文表示 台风小心翼翼的绕过台湾本岛 台风中心几乎通过墾丁雷达站上空 是对台湾最低冲击的通过 对此有网友回应 小犬台湾有动保法 还有人直呼小犬是被高雄的旧地名 打狗吓跑了 但除了小犬台风 南方热带低压系统蠢蠢欲动 根据欧洲模式最新模拟图显示 目前有两个热带扰动 分别在旅宋岛东侧 专家预估他进入南海 恐遇到高压减弱 但是否成台以及路径仍要观察 另外一个则在关岛附近 预估直接北上几率高 对台湾影响不大 有一个低压系统预计 下个礼拜会先进入南海 国庆后需要特别再来观察 国庆廉价前后 天气恐怕依旧不稳定 民众要随时留意最新天气资讯 这台北基隆综合报道